旅美球員的球季以及正式畫上句號 而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好好回顧一下 這一季旅美球員的表現 哈囉大家好 我是直楓 本集就讓我們來針對旅美球員 本集的表現進行回顧 那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 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小鈴鐺 還要記得分享給更多人喔 如果想回去內容 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本集聊到的會是去年底紀錄42名單 但今年因為遭遇改變知識 導致花了不少時間調整和適應 下半季才開始慢慢適應 並繳出好成績的正宗哲 當然也是旅美嚴格定義上第四年的正宗哲 今年其實在LA也是創下生涯新高的上場數 完全可以看出海盜球團對於它的重視與規劃 在未來當中 而本身速度就很快正宗哲 其實過去幾年雖然有不錯的康鐵打擊表現 但長打方面並沒有太亮眼 想要面對高角度的進雷角度球 往往會採取upcut的打擊姿勢 這對於小聯盟可能會應付起來問題不大 可是要往更高層級攀升 絕對會出現很大的考驗 或許正是如此喔 海盜球團開始針對正宗哲的打擊姿勢 進行調整 而這樣的改變也讓正宗哲在今年球季 面對高進雷角度的球時 不再會只是靠坎的 然後拼速度上壘 也能夠把球往外野送 連帶整體的長大火力也出現提升 在海盜2A這個不容易開轟的球場 繳出單技時轟的成績 絕對是不簡單的事情 最後 球季尾聲球團仍然繼續讓正宗哲有更多機會 也將他身上3A繼續養成 在短短幾場比賽中 正宗哲也繳出了不差的表現 在今年球季的詳細表現上 正宗哲本盡在2A 仍然有面對右偷手比較不理想的成績 但今年有趣的是 死一轟都是面對右偷手翹出道 加上雖然打擊表現整體而言不出色 可是光靠的選球 能讓他可以創造大量上壘機會 這樣本身有出色的速度 正宗哲依舊是可以帶給對手不小的麻煩 而面對左偷手表現沒有過去幾年的理想 也是他今年遇到比較大的麻煩 但因為姿勢的調整 花了很長時間適應 也讓他一度對決左偷手時 又遇到不小的麻煩 另外得點圈有人時 可以維持很出色的攻擊輸出 是正宗哲從過去 就一直有展現出來的出色戰術執行能力 可是 壘上沒有人的表現低迷 就是他今年比較不理想的地方 雖然說也是因為壘上沒有人會更全力攻擊 但今年一年球季適應後 也期待每年正宗哲的成績可以再往上攀升 最後主課場的表現 就像我前面說過的 海盜主場並不容易開轟 這點也同樣反映在正宗哲的主場 與課場表現的差異上 後續怎麼提升自己在主場的表現 就是他往後攀升大聯盟的 另外一個考驗之處了 進階數據方面 其實本身滾飛出局比數據是蠻不錯的 也說明在進行姿勢調整後 正宗哲打擊羊角改善不錯 但其他數據方面 就因為上半季不理想的內容 所以也沒有太過出色 升上3A 正宗哲只有打了少少幾個大席 但在這幾個大席中 除了展現本身出色的選球以外 攻擊輸出同樣也很亮眼 也留下了很理想的帳面成績 但分享數據 因為今年開始 小聯盟不再分開成績計算 所以合併一起直下 就不再特別重新輸一次了 但基間數據來看 在3A短短機場的表現 還是有很棒的內容 也會讓人更期待正宗哲明年在3A 打出好成績 爭取上大聯盟的機會 包括出色的甲犬上衛率 創造的得分數據 和製造的Light Drive 都很亮眼 都是很值得稱讚的地方 但偏高的滾低出局比例 也說明他還在適應這個成績的投手 所以依舊是有一段路要成長的 經歷去年大突破的球季 其實今年正宗哲不只是讓自己被球團重視 擺進未來藍圖當中 在各路球探排名上也有出現大躍進 首先官網就從20名稍微上升到18名 雖然一部分也是因為上半季表現不理想的表現導致下滑 但依然是肯定 BA 網站則是大提升到第12名 同樣也是很棒的肯定 至於沒有再關注新秀比賽 單純靠一片評判的FramoGraphs網站 就看看就好了 但被預測明年有機會上大聯盟的正宗哲 確實離大聯盟只剩一步 但明年的新秀排名 可能會因為今年適應新知識的表現 導致書憲些許的下滑 但只要把自己的成長完成 再繳出表現就好了 重點是打上大聯盟 並且順利站舞這個舞台 才是最為重要的事情 雖然說只有少部分球員有參加球季聯盟 甚至大部分旅美球員已經結束了這個賽季 但是呢 其實有多數球員都還是留在美國 繼續進行訓練營動的持續訓練 也為接下來的球季做準備 並且持續敬敬自己 在他鄉辛苦打拼的他們 也是很努力的要完成大聯盟的夢想 而這些球員都值得我們一起來好好關注 並且肯定和鼓勵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有事如何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唷 好了 以上就是這次旅美球員 本季賽季表現回顧 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都能硬直硬球 另外要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唷 我是子豐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哦